都是我不好 是害 魔族最强魔尊 果然明不虚 说到女人联手结阵 才能拿下 什么最强魔尊 说到女人联手结阵 人不原 能不能杂质 不用 你不 要快就会莫用你 这 神 雄 幸福的 明年的今天 就是一个子季 和一个死鱼 说那么多废话 是什么 虾 你不敢 你不敢 我被屁肠 大法 不好 还有自暴了 真是疯子 千万千万 我都不愚迹 快撤 弃 可 不愚运 救命 不愚迹 不愚迹 不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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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脱人魔混血的出生了 什么狗屁血脉 种族出生 说到底 还是我太弱了 人又如何 我又想说你会 这气魂 还成见所舒服 我又超越自身的质故 自已达到大道之境 这是 天道的馈葬 开出神魂 出来 它拼着新的神魂 从达到前所没有的至高之境 嘿嘿嘿 这是佛尊的 我完全令和真是救生 正是军阴若身 没想到无力帮助的细细把你给勾引 居然 我们不必坏事 呃 呃 呃 首长 首长救我 啊 啊 成绩半算 而一体 成为肥鬼殿角石 人家就算是便宜了 鬼族的入屋公 无是主明治 兄弟无足公法 既然天不亡我 暗死之仇 杀其者 是不坏 就是这里 刚刚爆发出了堪比师尊的鬼族气息 有老夫震场 怕他坐身 离山 什么嘛 原来只是个刚入门的杂毛啊 小子 想活命 就将你的同伙去向交代出来 在跪地磕头求饶 世尊或许会放过你 你们三个想活命的话 跪地求饶可能还不太够 再加上磕一百个想头吧 狂妄的小鬼 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世尊 用不着您动手 让我们来教训他 臭小子 想死就直说 我们成全你 千珠万多的鞭子 就这 我给你 师弟 请你烧我师弟 那命来 你 你到底什么来头 我 求饶 我也只好成全你 既然已经找上门来了 那我的复仇 就从你们开始 认识我这张脸的人不在少数 得稍微调整一下 障眼法 那小子的气息怎会在此处 敢对我下手 组组织 难道是想被三大世家踏平吗 三大世家 哈哈 陈少爷怕是不知道 这串买卖背后的金珠 可就是你们三大世家之一了 什么 是叶家还是苏家 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 给我上 什么人 竟敢坏我好事 路见不平的人 卓组织的事你也敢插手 看见老娘手里这几条狗了吗 他们哪一个出手 都能弄死你 曹有耳闻 卓组织用密法夺人心魄为己用 今日一见 果然卑劣 杀你都嫌脏了我的手 不知天高地厚 让你见识见识卓组织的厉害 畜生们 少许撕碎猎物 他们联合起来 我根本不是对手 没想到这家伙一招就 他到底是谁 你是何人 奇华 连本尊都认不出来了 尊上 尊上没死 太好了 喂 你们三个 想不想报仇 行 我 尊成全 我等任凭博尊差遣 算你们识时务 静置以除 血债血偿的时候到 简直 就这么没了 我又能控制我的身体了 你是 魔族最强魔尊 无用 你这样做 我怕被卓祖之报复吗 请照明慧 也是你这种垃圾能叫的 找死 贱人 今天也让你尝尝 索颠加身的滋味 区区魔尊 那位大人提邪都不配 杀了我 你就死定了 迷雀 坏他们就会下去见你了 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阁下 真的是魔族无用吗 好强 简直没有反抗的余地 怎么 你们人族没弄死我 心不甘 满动尊少 老子第一个死了你 尊少误会了 我们陈家并未参与 参与为杀魔尊的是叶家 尊少 这人没撒谎 尊少您被那些狗杂种的为杀 失去音讯后 属下和弟兄们 分头去找他们报仇 属下无能 被叶家俘虏 扔进了卓组织 嗯 这个卓组织 抓了三魔族 不少兄弟为他们卖命 老子现在清醒了 一定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叶家居然与卓组织有关 看来设计为杀我的也是叶家 既然他们敢对我的人下手 那我不好好回敬可不行 啊 不行不行 是属下无能 怎么能让尊少为属下出头呢 动我的人 就是挑衅 挑衅我的人 只有一个下场 死 神尚 有没有兴趣和我演一场戏 尊少 这里就是卓组织总坛了 尊少居然这么有兴致 化身为那个卓组织的恶女演戏 看来那场为杀 对尊少已经没有什么影响 真是太好了 走 去会会这里的头 拜见堂主 好一个卓织 居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奴役我魔祖 堂主 总堂主正在接待贵客 指明要你手中这个人 见机行事 知道 总堂主 陈家小子带回来了 好 办得不错 有赏 先下去吧 素二当家的 我们办事 你绝对放心 你看 奇怪 四人的气息怎么如此熟悉 你 你是苏家器重 你居然没死 好小子 好小子 胆子挺肥呀 居然敢冒充我的人 苍头露尾的 没种以真面目是人吗 我怕你们见了 我怕你们见了我的真面目 你哪有资格 哪有资格当一生苏家人 平白玷污了苏家的名声 你他妈 让他说 别以为当了个什么魔尊就高贵了 那也改变不了你是个野种的事实 要不是生下你 我小妹会落到如今天地 都是你这个扫把星野种的错 要怎么了 苏家把他怎么了 野种给我闭嘴 你没资格叫我小妹娘亲 今天既然撞到我面前 我要亲手替小妹 买了你这个野种 去死 野种 有本事就杀了老子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是我娘的二哥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是你自己结下的仇 由你自己承担 陈少 看在我的面子上 留条命 没问题 陈家的混蛋小子和聂种 你们给我记住了 最强魔尊又如何 你如今闯进了我的地盘 就留下来给我做宠物吧 放肆 竟然敢对尊上考出狂言 你找死 这群垃圾还竟不着尊上出手 我们上 愚蠢 奴隶 谁敢让他们跪下 有五子 谁敢让他们跪 怎么会 居然这么轻易就挡下我师家的力量 雕虫 多谢尊上 尊上 一个被五族联手打得爆头鼠窜的杂种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看场上那五个家伙 连手都弄不死你 不是你有多厉害 而是他们五个没用 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五族联合 现在跪地求饶 爷爷我还能赐你一个奴隶身份 不然你就等着被红城扎吧 对话真多 到底打不打 死到临头还最硬 那爷爷我就成全你 我独傀儡阵 你不自杀 什么都骗不死 生死吧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就敢跟你爷爷作对 死都 你没事 怎么会 不严实 的确威力不索 我也想再见识一下 才听你说那么多废话 好 现在你已经没用了 我的铁链 这么不受控 魔尊爷爷饶命啊 叫人知错了 这么 真是死有余辜 他们身上的静止力完全去除 与其被卓组织继续操作 属于我所有 你们身上被施加的操控术法 已经被我抹去 你们自由了 多谢前辈元首 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 前辈登通再造 之后有何分阻 晚辈赴汤蹈火 再送不辞 孙女尚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没有被魏格尼的叛徒害死 孙女尚 我们这就杀回去 上魏格尼魂断 死过葬身之地 不计 我在人族还有事要求你 此处正好作为我们在人族的军 这就是魔族最强 我尊 都说魔族狠了 但今日我们被奴役 却是这个魔族救下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的命是他救的 军途报 才是我被封锁应当 我等受前辈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前辈在人族之事 我等愿效全马之劳 即使如此 今后此地名为五族堂 无用以五族堂为据点 太险齐华等人 前往各族查探 当日围杀自己的仇人行踪 莫孙 我和苏尔当家的误会一切出 他是被叶家利用了 才会找我麻烦 哼 叶刘那个杂主 想要让苏尘两家自相残杀 他们叶家好坐手渔翁之力 就一个弄死他 你们的恩怨我没兴趣 苏尘 把你知道的 关于我娘的事都说出来 你还有脸问 当年你们父子混蛋一足了之 小妹被家族软禁在禁地吃了多少苦啊 怎么没见你们来救他 五族大战 我和大哥出征回来 小妹却失去踪迹 魂灯不稳 生机微弱 这都是你们害的 是在苏家禁地失踪的 带我去 你这臭小子享受也太狠了 老子好歹是你二舅啊 你要不是我娘二哥 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这该死的拓崽子和他那个魔族凶残老爹一个德行 真替我小妹不值 要不是看在他好像真有能力救小妹 我这才不会带他来苏家 啊 这是苏家的养心阁 小妹就一直待在这 最后的气息残留也是在这 我瞒着整个苏家把你带来已经犯了大忌 接下来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吧 人族只有陈彦两家 皇族 青圣山 和被这臭小子一窝端的卓祖之几方势力 势力在苏家眼皮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的卢祖小妹 皇族与青圣山和三大士家 井水不犯河水 嫌疑较小 大哥总说要平衡三家的关系 这小子出手 说不定真能行 虽然我的太初神谷 能够不惊动人族故族打阵 但这臭小子还真能行 这臭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这都伤不到他 不是狠人吗 爱着何人为何善署苏家禁闭 静闭 主要是什么 我什么公平静闭 熟悉的父母真妾 是苏默和那魔头生起了哪种 果然是那个小杂种 身上这血光 和那魔头一模一样 想不到苏默当年犯下的错 如今居然还敢找上门来 苏家数千年基业 又因为这个污点 让我们严眠扫地 还是有因有果 就让我们抹去这污点吧 业长 你还有何一言要说 哦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什么谋 哼 受死受死 怎么可能 我们的宝器 竟然被一个大伙众破了 被破的又何止是 你们的两把破铜烂铁 这是什么 我的男神 为什么灭不掉 不要 搜回树 我娘是怎么失踪的 当 当时我们 被一股强大的魏亚 震晕了 等我们醒来时 苏默已经不在了 没用的东西 活着也是丢苏家的脸 你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是苏家长老 你要杀了我们 苏家家主 不会放过你 正好 我倒要见见这个苏家家主 怎么养着一群废物 却不顾自己亲妹妹安慰 这是娘的魂灯 魂魄的状态不妙 臭小子 你居然把守门长老都给杀了 糟了 大哥来了 擅门 擅闯苏家 禁地者 死 大哥 他是小妹的儿子 可能有办法找到小妹 所以我才 不 住口 我们苏家 没有魔族孽种 孽障 吸我二弟 杀我守门长老 你让我苏门 定将你错顾扬晦 苏家除了我娘 剩下的都是一群只会乱废的废物 看谁看 出去 这臭小子难道是怕波及我 这该死的魔族 下地狱去吧 苏家功法用成这个 那是糟的 你瞧好了 这才是苏家功法的真正功 你 你怎么会高诫苏家功法 你应该问 自己是多无能 才让苏家功法停留在这么弱的阶段 你的命 到此为止了 怒死谁手 尚未可治 胆敢动一下 我立刻捏碎你娘的浑灯 你不是很能吗 有本事你动手啊 跟你娘一个德行 都是一等一的蠢货 我一次次给你娘机会 可她呢 一次次让我失望 灵丸不灵的蠢货 落得如今神魂俱灭的下场 完全是旧游自取 哈哈哈哈 你乖乖受死 你娘的浑灯就能在苏家 燃尽到最后一刻 别怪我心狠手辣 要怪 就怪你那个魔头爹 不敢来惹我苏家 我娘 到底在哪 放心吧 我很快就送你去见你娘 苏默呀苏默 要不是你儿子来 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为你续命 用你亲儿子的血 应该还能帮你在 叶家老祖上 再坚持摆人 原来我娘不是始祖 是被你利用去卖命 你 你明明已经被我杀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还活着 理解不了 很正常 我堂堂摩尊 又岂是你区区人族修者 所能看透的 你要做什么 让我娘为你卖命 那么你这个当兄长 公信连血也不回过 我娘 居然敢用失魂大法 这么残忍的方式 都是我娘的元神 叶家 我要让你全做集权不留 这是 用儿 用儿 起来了 说了多少次都不听 别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睡觉 娘这回 可真生气了 娘 娘 我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哦 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缘来 娘这次 真的要用家法了哦 娘亲先别生气 我今天来这里 不是贪玩贪睡 是为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娘亲 这是我和爹送你的礼物 娘亲 祝你生辰快乐 果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谢谢我的乖儿子 娘亲很高兴 不过小机灵鬼 就算有你爹的魔力倾注 没有开启秘术 可做不到这个 所以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生长秘术 嘿嘿 没多久 爹出门前教了我一遍 我三天就学会了 我家庸儿这自大的性子 真是和你爹一模一样 嗯 啊 娘亲 他们是谁 庸儿 别怕 他们是你大舅和二舅 要有礼貌哦 大哥 二哥 许久不见了 这是我儿无用 大舅 二舅 我这外甥都长这么大了呀 小妹 你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苏默 你如果还当自己是苏家人 就跟我们回去 对了 兽族和妖族突然开始扫荡我们的势力 我们怀疑是叶辰两家在背后高轨 因为 此事紧急 没时间跟你详细说 你先跟我们回去 事情解决后 是走是留 你自己决定 家族有事 我不能不管 何况大哥二哥亲自来 庸儿 娘有事要回一趟苏家 你去你爹那里好吗 娘亲 你是要去打坏蛋 庸儿也可以帮你 把爹叫回来一起去 庸儿 你听着 见到你爹以后 给他看娘留在你手上的讯息 还有 你要答应你 我没有来找你 你绝对不能回人家找我 记住 庸儿 庸儿 娘有事要回一趟苏家 你去你爹那里好吗 娘亲 你是要去打坏蛋 庸儿也可以帮你 把爹叫回来一起去 庸儿 你听着 见到你爹以后 给他看娘留在你手上的讯息 还有 你要答应你 我没有来找你 你绝对不能回人家找我 记住 娘亲 怎么会想起那么久以前的事 会是娘想要留给我的讯息吗 这里到底是 娘 你不让我回人族找你 无非是不想让我受到伤害 现在 放眼整个人族 谁能拦我 我一定要找到你 娘 你可千万不要进去 这是 要引我去哪里吗 这里是 一个人族祭坛 看上去像是什么门派生地 我已经离开苏家境地了吗 莫问 怎么会 他还活着 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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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是谁 是谁在叫我 莫问 真的是你吗 你怎么会在人族 莫问 莫问 对他做了什么 莫问 怎么回事 时间和空间好像有些不稳定 刚刚发生的 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事 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猫孩 也敢闯进这里 真是 自寻死路 是 是 是谁在叫我 圣女 那是什么圣女 为何 圣 圣女 霍天柱 霍天柱上的名门 封印的是整个青蛇山的灵情 灵气万行 青蛇山要不够存在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不愧是圣女 一脱手就把护天柱压住 不然我们圣地灵气 不够 决不了 你整个青蛇山的力量都不能完全压制明我的意思 这股破坏的力量 究竟来自哪里 今日发生的这一切 难道是和那个呼唤我的声音有关 想不到你一个半人半魔的小子 居然能扛得住我们五人的威亚 没有灰飞烟灭 看他样子 不够魔族魔尊修为 反倒里他是扛不住 这五人并非白孙 而是他们飞食后 我在此处空间的怒气能量 连个魂灯英雄暗死 也就是为了我将这些能源 受尽其用 不够也只是一个魔族死马种而已 一脚排死便是 什么 这就是你的最强功法 还不错 似你这般魔族的杂种 无配得到我等的传承 一口一个杂种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似你这般魔族的杂种 无配得到我等的传承 一口一个杂种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我为 你这小子 你烧着回尽吧 你烧弱等闲 小子 让你常常被万剑穿心的滋味 金剑 哼 只手了 只让你不食其果 神杀也未休 臭小子 这不断节不复吧 我要让你胜不如子 是 是 是 慕自荡 容易翻出 我 棉树 前途万木春 三世公鸣 沉鱼 人族修为大成绩巅峰 你先马上去救你 还有 你记得究竟是什么时候地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终于回来了 臭小子 你这三天都带着小妹的魂灯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小妹的魂灯离开苏家境地会出事的 你说什么 我娘的魂灯不能离开苏家境地 你看魂灯稳不住了 赶紧赶紧放回湖中心的高台上 幸好幸好没出大事 苏家境地是苏家灵气最盛的地方 小妹失踪后魂缘虽微弱 但受此地灵气滋养 始终能保住魂缘不散 看来 只能将娘的魂灯再留此地 除了我无人可过 再也没人能伤害你 你去哪 我大哥人呢 杀了 什么 你不是 奇怪 为什么我只能感应到 凉宠禁留在叶家的残留气息 却不见本人 他被转移了 看来 只能找叶家人好好问清楚了 你竟然不明出事 逃避叶家马上招 和击沉杀 叶家 叶家 叶家此地速速动身 反应 哪来的小畜生 敢来叶家大叶家 不杀无名去呗 报上名来 可惜 你们无配狂妄 招出你的魂魄 招受三百年的折磨 叶家锁魂阵 锁魂阵 很好 你们叶家既然这么喜欢 用这种阴风的招数 对付他人魂元 那我也不能太客气 兵术前头 万物 这怎么可能 我的法宝 不要 不要啊 什么鬼东西 救命啊 我的脑袋 叶刘少爷 救命啊 叶刘少爷 一火烧之力 纵火 还没问过我答不答应 叶马兵河 孟来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你这个魔族居然没死 很意外 不应该啊 毕竟连你这种不敢正面对敌 只敢和一帮跳梁小丑联手背后暗算我的货色 都还活得好好的 小子 别管用什么手段 弱肉强食 成王败寇 我能杀你一次 就杀你第二次 这次直接抽了他的魂元 以叶家独门的使魂术吞了他 玩火是吧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横角 低 掌 烈火焚烧 若 咸 不可能 为什么我的火星阵不听使唤了 你这么短的时间 到底是怎么从重伤中恢复 还变得这么强的 我为什么要告识一个死人 去 我的手 你这畜 你再喊 我就废了你另一条胳膊 你们叶家把我娘藏到哪去了 原来你有求有我呀 你以为老子会告诉你吗 不许 对错 啊 我说我说 苏 苏末被家主带去了青盛山 进行最后的 多设准备 时间就在三日后 还有呢 我 我都已经说了 你 求你饶了我 最后一个问题 我和你们其余四族无冤无仇 你们为什么要联合我魔族叛徒杀我 不 不 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 联合杀我的秘密静置居然这么强悍 只是提起 就回原连同肉体一起自爆 是齐华那小的 孙少 公固好了 青盛山公的兽女 被人族皇帝抓走了 人族内侯 与我何干 我们的人发现 人族兽女 与莫为莫尊 长得一模一样 人族皇帝 穿仙圣女的美貌 今日就要强娶 难道莫为也没死 人族皇帝 很好 你就是青盛山圣女 美 真是美若天仙 你身为人族帝皇 却然为被祖宗遗兴 对青盛山圣女出生 你就不怕天谦吗 哈哈哈哈 天谦 别说朕乃真龙天子 就算天谦 那罚的也是那些 寄予朕的圣女爱飞的人 你青盛山如今灵气尽失 你这个圣女 连我皇家特制的锁魂链都挣不开 还谈什么天谦 是要你乖乖的当朕的爱飞 你还真是可笑 你以为 趁着青盛山所有人都为了镇守护天柱 而伤众就能为所欲为 你什么意思 你们那护天柱 如今明文消散 就只是五根普通的柱子 还能再聚灵气不成 皇族道理你这一生 居然愚蠢至此 青盛山最重要的不是护天柱 而是圣女 只要圣女在 明文会修复 灵气自然会回归 圣女不会死 只会转世传承 而你 将会为今日所为付出代价 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还差一点 就能睁开这锁魂链 就算我如今真气不足 大不了就会这狗祸地头归于尽 你要干什么 你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 根本不用什么及时行礼 朕现在就犯了你 你敢 谁 莫问 你 你的生意 你是我梦中的那个人 哪里来的小贼 赶紧放了朕的爱妃 朕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你打我妻子的主意 是我们俱灭 妻子 她认出人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是个疯子 人族青圣山的圣女 是你妻子 哈哈哈哈 眼之华天下之大鸡 青圣山 眼前的莫问 却没有一丝母气 是人族 和我在娘魂灯里的幻境里 看到的一样 嗯 四方侍卫 速速诛杀此贼 好胆 还不快快扶住 小心 别担心 没事 皇族护卫 就这点能耐吗 还是不要出来 丢人现隐了 居然有这种修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死人 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白金 护驾 这真吗 这黄金 糟了 那是皇族最强的 锁魂八卦阵 哈哈哈哈 不愧是青圣山圣女 连皇族最隐秘的杀手锏 都一清二楚啊 你 竟然又遭受 碰朕的妃子 朕的爱妃 只要朕能碰 臣领命 莫问 别喊了 人不是在这儿吗 不用白费力气了 宋威居然被压制了 居居一道结界都破不开 被八卦锁魂正困住 就算是非生的大能 也在见难逃 无自量力的小贼 敢和朕抢女人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狗皇帝 你放开我 妹人儿 你就尽情骂吧 朕就喜欢你这么野的样子 奇怪 锁魂链的压制好像消失了 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 伸出八卦锁魂阵中 居然还有余力帮我 好了 朕要和爱妃动房花烛了 这小子 给朕处理干净 神遵旨 八卦锁魂阵已经上千年流启动过了 能死在这里 是你的荣幸 小子 安心去吧 锁魂八卦 讲旗 千年来 能闯进皇宫闹市 你是第一个 想不到在八卦锁魂阵面前 也还是不堪一击呀 真是没意思 说得没错 的确不堪一击 什么 不可能 你身上的修为明明被静水压制 怎么 怎么可能 错了 你的阵法压制的 只是我人足的功法 你 你身上还有别足功法 怎么可能 一个人 怎么可能修炼两种功法 还是错 不止两种 爱飞 朕这就来好好疼爱 狗皇帝 不愧是青圣山圣女 既然能靠着半残修为 冲开锁魂恋的禁制 今日如我青圣山之仇 不死不休 不愧是朕的爱飞 朕要跟你好好玩上三千三夜 今日如我青圣山之仇 不死不休 不愧是朕的爱飞 朕要跟你好好玩上三千三夜 我本就负上 如此相持 揪手必尸 开了之后收死一波了 神火雷弹之下 即便是杜杰气也能逃一死 对付区区合体积的狗皇帝 够用 神火雷弹 灭 呃 如果青圣山 这便是代价 现在的状态是出生火雷大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还好狗皇帝已经 什么 你居然没有死 朕有金龙庇佑 想杀朕 哼 贱人竟敢伤朕 朕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出手啊 朕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能耐 这张轻盛的脸 真是和被朕很狠蹂躏 把你的脏手 挪开 竟敢伤朕的手 喜欢吃法酒是吧 朕就成全你 这只手敢伤朕 那就不用留了 朕还从未受过如此屈辱 没想到堂堂皇帝 竟然只能在嘴巴上成威风 贱人 你以为激怒朕 就能让你死得痛快 休想 这贱人就算要死 也得是被朕玩死 你想到前世的记忆稍微觉醒便 好了 你死也不能让这狗皇帝得逞 亲生解体大法 这人 居然还有余力自爆 不要 莫问 我来晚了 你 无需多言 智商要紧 骨头断了 居然连心脉也受了损伤 难看伤害莫问的人 心仇旧恨 都给我血债血偿 你现在很虚弱 好好休息便是 有什么话 让我解决了这个杂碎再说 标明 我不是的手段 人当正不会想死手吗 你死吧 要这么想起 一下就用不出来了 那么 你想怎么死 以为朕没辙了吗 那个贱人 朕留着玩 还饶他到现在 杨辉 好好的宫殿就这么烧了 真是宰卖野田不兴 等你把你祖宗弃活了 这场火 我替你灭了 你 你这 你这什么样法 就这点本事 没有这条龙 你还能做什么 先给你做铃龙器 真的龙器 不 你 你要干什么 你情不受痛苦 要你十倍奉还 你这出生 竟敢少镇如此 谁让你对师万段 王阵 归须 人族大成器 逼朕用出真正实力 朕对你的来头 越来越感兴趣了 可皇帝居然可以隐藏了凶文 大成器加上整个皇宫大阵的辅助 非圣道能怕是都要守在此处 喂 这和之前的索婚战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别管我了 赶紧走 走 哈哈哈哈 你们哪里也去不了 将这逼到如此境地 真要让你这个蝼蚁知道 惹怒天威的后果 我看 你 你 到底有什么能力 为虚大人 学教 杀了他 所有胸围都被压制了 这样下去 屈子会被累死 真的神兵无穷无尽 来吧 让朕看看 你到底还有多少能耐 靠这些虾兵蟹将就能耗死我 人族皇帝原来是个天真的蠢货吗 既然你想死得快些 朕就成全你 龟须离魂大法 你快 原来是你 魔族那个杂种魔头 难怪国师拦不住你 但是对上朕的龟须大朕 你有再多修为 都是枉然 认得出我的本体神魂吗 看来他也知道你什么 你我在此之前从未见 想不到人族皇帝 仰慕本尊至此 嘿 要不是叶家 朕才懒得管什么狗屁魔尊 不过 武族联手都能让你跑了 还要朕来替他们解决 真是一帮没用的废物啊 什么时候 不联手暗算本算 你是知情者了 怎么 事到如今还想查明真相 反正 你马上就要在朕的龟须大朕中 灰飞烟灭 国族 国族收魂术 他的神魂都被朕抽出来了 还能突破龟须大朕的朔夫袭击朕 稍微 夜流并没有对皇帝说 双方只不过做了个交易 既然这个狗皇帝已经没用了 那也不用浪费时间 你这魔头 要做什么 原来的鬼族身躯的肉体修为太低 本尊正好借你的离魂阵抽离神魂 这才和你相持到现在 本尊的太初神魂 尤其是原族区区一个阵法能压制的 人族大成器的身体 让我因为肉体修为被压制的神魂力量 至少提升了三成 不错 你珍惜损耗已经伤及根本 我先替你 没用的 就算你再强也救不了我 圣女的真气损耗 只能和清圣山 莫问 莫问 必须得尽快去清圣山了 原来这里就是清圣山 是娘魂灯中迎我来的地方 也是叶家那个家主带走我娘准备夺赦之地 没有叶家那个家主和我娘的气息 难道真要等三日后 那 不对劲 这些是 人 看一种 似乎是清圣山的修成 杀 杀杀杀 难道你操控吗 杀杀 杀 莫问你一生 那么烧 真是麻烦 是自己 呃 呃 莫问昏迷前说的没错 她根基受损严重 以我目前的修为都没法救她 但一道清圣山 她的身体就一字发以自善的人力修为 莫问如今的身体毫无疑问是人力 她到底是怎么复活的 又是怎么从魔族变成人力的 那莫问醒来后 只能向她问个明白了 刚才在山脚下还不曾察觉的气息 原来是依靠祭坛隐藏啊 你醒了 不如将计就计 好 请你放开对他们的束缚 你确定 你现在 拜托你 啊 这 你 什么情况 黄帝的走狗呢 我还有圣女呢 我都说了 现在的情况 发动这么耗费灵力的法术 太勉强了 我 圣女在这里 大胆狂徒 快把增树离开 再不放开圣女 休怪我们贱相不清 一帮没用的家伙 圣女遇难时 你们又在何处 你你你 赶上金圣山撒野 难道说你也是狗皇帝的人 弟兄们 给他点颜色看看 什么情况 这眼神也太恐怖了 对视一秒 感觉就像是被刀划破红管 当务之急 是给莫问疗伤 那里的灵气最浓郁 应该能让莫问 最有效的吸收恢复 你 皇冲 你欺人太甚 还是 什么都别说了 先疗伤 好 叶家家主竟然有能耐 做这么多事 那我倒要看看 还有什么把戏 山中灵气 觉得没有攻击此人 怎么会 即使是圣女护法 都会受到灵气攻击的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说来这切水山的灵气 倒是有几分亲切 这柱子 也是我们宫兵中 那些非生大门 其生的柱子 怎么样了 还好吗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之前出现在 我的十害者 难道你真的忘了 我是无用了 你是我妻子 我们在魔族 共度过五百年的光阴呢 直到不久前 我被叛徒 联手外祖暗算 你为救我而死 圣女本身的肉体 说白了 就是一个有关 青圣山技艺 和功法的传承容器 圣和仪式的 圣女元神进入 与身体融合后 最先绝境的 都是圣女的技艺和功夫 至于浅世纪 我的元神继承 圣女这副具体也才不巧 前世纪也还未恢复 所以 不确定是不是你的妻子 元神 那也就是说 莫问 你真的没死 你放 莫问 啊 这 发生什么事了 圣女怎么倒下了 金兽山圣女的修为 我收下 圣女体内存留的 竟是飞升大能的传承修为 真是美妙啊 杰人感动我们圣女 不死 呀 呀 呀 这些青射山的杂毛嘛 就交给你们解决了 文明家主 战杀幼邪 誓死护卫圍圣女 却不能让贼人奸击得逞 哎 既然你们对圣女这么忠心 那我送你们去地府吃团聚吧 天死人 杀人 问过我了吗 一边用自身修为护住圣女 一边还能腾出公义 督付我 在哪里 你杀我儿夜流 趁我不再灭我殿下 你就去黄泉见你娘吧 杀你们母子之亲 新圣山圣 新圣山传承的修为 果然不同关系 木温 你撑住 圣女的传承修为 毕竟被我吸干了 你还是乖乖受死 黄泉路上 也好有个伴儿 哈哈哈哈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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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以报仇 这小子 耗费了那么多功力就剩你 居然还有余力 垂死一搏 妖父 拿命来 雕虫小技 破 不过是破了我不止一剑 一破剑还伤不到我 你自量力 哈哈哈哈 引以为傲的宝剑被断 什么 忘了告诉你 本尊的魔剑不喜欢杀人 他更喜欢折磨人 我竟然无法阻止自身的血液万有 这魔头既是在我手掌上用了术法 等我斩下手掌再重生 切了手也没用 你全身的血不被吸干 本尊的魔剑是不会停下来的 哼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切断手后 血流得更快 死得更轻松 我自然是不乐意 哈哈哈哈 好一个魔头 果然很辣 那不知道 你对着自己母亲 还能下得了手吗 孩子 我的儿 你好好看一看 我可是你娘啊 你当真要用那把魔剑 将为娘的血吸干吗 真是我孝顺的好儿子 哈哈哈哈 你要怎样才肯放了我娘 把你的剑扔过来 好 这把剑要是能为我所有 那可就如虎添翼 这魔头居然敢暗算我 糟了 刚才这把魔剑 吸收了太多这具身体的血液 现在两者远禾 又将我的原神排斥出去 这魔头 以为想到还要阴险脚诈 行 好不容易才夺射了苏陋的身体 不能功亏一篑 魔头 你再不停手 我就用刚刚吸收的圣女修为 和你母亲的身体同归于尽 你想清楚 我就算死 也都拉你母亲陪葬 哈哈哈哈 乖儿子 和我斗 你还 什么 魔头 你快住手 你看不到我身上圣女的修为吗 你要亲手杀了你母亲吗 看不到的是你 你身上的修为真的是圣女的吗 怎么可能 圣女明明已经被我吸干修为 可是 她怎么可能没事 很简单 身上吸收的所谓圣女修为 其实是本尊的功力 吸引你的修为 操纵我的血液 再从五娘的体内将我驱离 魔头 真是好算计 心 知道太晚了 完全夺食了时间不久 娘的意识现在只是暂时沉睡 幸好来得及 如何 救回你母亲了吗 暂无大碍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娘 魔蛇 先吃她两条腿 放 放过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哦 求饶 可惜我只想要你的命 魔蛇 再吃她两条手臂 啊 怎么 会这样 搜魂术 果然 当年叶家勾结兽族和妖族秦夕苏家的墓里 一开始 就是为了引我娘回族户 好趁机夺赦 等等 之后的记忆 怎么好像还涉及到丁和我 什么 这五张连神焚毁的力量 就和当时阻止夜流透露围杀我时一样 究竟是谁在阻止我探寻真相 看了这个情 只能等娘醒过来才能知晓了 这是 偏偏是这个时候 娘 这是非生杜劫的天雷 难道说 你应该要在这个状态下不及 不可 娘连一时都未恢复 根本不可能撑得过九道天雷 可是杜劫就要开始了 绝不会让娘出事 请你借金圣山祭坛为我过吧 我来替娘杜华天劫 我来替娘杜劫 即便 虹山九重战 我和青圣山 都是她救的 就算凭上我所有修文 也要为她争取时间 虹山 忍住了 为什么 下一波雷剑马上脚道 我要赶紧冲枕 够了 你在损耗真气布阵 会死 你 要有原神冲枪来到雷剑 你疯了 你还是会魂飞魂魄散的 放心 我的太初神魂 能借天地之力为我所命 没有任何力量能损毁 你把我挡住西道雷剑的时间里 我已经彻底稳住我娘的神魂 我娘还真是被上天后外 你把我挡住西道雷剑的神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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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挡住西道雷剑的神魂 我挡住西道雷剑的神魂 你把我挡住西道雷剑的神魂 我挡住西道雷剑的神魂 不准胡闹 你忘了 给娘亲送你回来前 嘱咐你的话呢 我没忘 我就是想娘亲了 爹你不想吗 永晚乖 爹当然想 当我们是魔族 猛人插手人族争斗 反而会给那娘亲 带去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了 我会听娘亲的话 乖乖早饭 这才是爹的乖儿子 但是没想到 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我们一家人 最终还是没能团聚 为了生存 我只好拼命修炼 终于成了魔族最强的魔尊 却没盼到 猎手外爹 暗算生死 娘 这次换你等我 儿子很快就来 苏家庆帝我已经去过了 是娘的魂灯 只因我得到了 人族飞升大能们的修为 其他四弟 也能帮我将 另外四族的修为补全吗 若是如此 那倒是值得走一趟 何况 提升修为去仙界之前 我还要打仇呀 莫问 不爱是 你挡雷劫的时候 伤了肺腑 我帮你疗伤 别浪费真情 生女的体质只能自愈 你这次伤得不轻 要靠自愈 恐怕会落下隐疾 何事 君上 妖族要办百年一度的万妖大会 邀请了其他四族首脑们 咱们五族堂也收到了 在何处举办 妖族姚池 我知道了 你安排堂内的妖族护卫待命 我回来就出发前往 是 君上 你跟我一起去妖族 姚池的圣水能治愈你 行不论姚池圣水是否有效 妖族也不会让我一个人族圣女 妖族姚池 号称活死人权 你去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至于你的身份 根本不重要 你 你怎么这么霸当 放我下来 我不去了 青蛇山遭遇大变 我要坐镇山庄 你放开 你放开我 我问 你要是不和我乖乖去妖族聊生 我现在就踏平青圣山 说到做到 你简直就是个不将里的大魔头 姚池水能治疗普通的伤势 但你身受雷劫 必须以姚池七大泉眼的水 才能疗愈 中间这处泉眼开放给人族 正好适用你现在的体质 我们去买一处泉眼院落 为你疗伤 这个院落灵气最浓厚 就它了 你是这里的管事吧 我们要买此处院落 这这这 哪里来的阿摩阿狗 还想买此处院落 这么点修为 还不配给大爷我提鞋的 我为了隐藏身份 压制了修为 没想到却被小看了 大人 您来了 院落我给您打扫好了 大人 您这边请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 告诉你啊 这院落是我们妖帅大人早就定下的 可不是你这下等人族能消抢的 赶紧滚 部长眼的东西 敢对尊上大呼小叫 不要命了 我看你是找死 尊上 属下来迟了 这 妖帅大人居然对这个人族行礼 来的正是时候 只不过这管事 若会长眼的东西 敢冒犯尊上 想这就处置他 大人饶命啊 这小的狗眼看人低 油盐不识泰山 这大人留小的一朝狗命 给大人看家护愿 算了吧 此人不过言语过轻 得饶人处且饶人 既然夫人大量 那就饶了你吧 多谢大人 多谢夫人 今日之事 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都明白吗 小的明白 明白 这些大佬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这么喜欢隐藏身份 以后还是小心做人吧 黎万妖大会正式开启还有两天 你去查探下 这四人是否到会 是 尊上 妖族妖池 每天日落就会冰封 今天只剩下两个时辰了 你的伤势不能再拖 尽快入池中疗伤吧 不准再叫我夫人 好好好 都挺圣女的 想不到这妖族妖池 还真的有智商奇效 这么快就已经减轻 我肺腑的疼痛了 怎样 好些吗 嗯 那就好 只不过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瑶池之水 只能治疗肉体伤势 无法令你原神记忆恢复 我身上的伤 尽是复原后 原神记忆 就会在尽情慢慢恢复的 真的 谁让你转过来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什么都没看到 你还说 是我不对 消消气 对了 你百年前就想来看 瑶池冰封生雪年的圣景 其当时正赶上我闭关 如今 终于能让你得朝所愿了 这百年圣景看一眼 都不往活这一百年啊 都说共同看圣景的道理 至少能相害一百年啊 如果我真是她的妻子 那是命不错 娘所说的 妖族瑶池中的异象 是否要等到两天后 正式开启弯腰大会才会出行 其大圈野群 只开放了中间五处 若有秘密 或许和这首尾两处的龙凤两族有关 开始了开始了 莫问 快看 怎么样 是不是 很美 怎么了 世间再美了景致 也抵不上你一笑 有嘴话说 小娘子 这么急急忙忙的 要去哪儿啊 良辰美景 如此佳人 不如让本王子 好好相陪游览一番可好 嘿嘿嘿 小娘子别跑啊 给爷笑一个 小娘子 要跑进本王的怀疑 嘿嘿嘿 嘿嘿嘿 哎呀 你看我这鞋 真是哪里脏 就往哪里踩 恶臭难闻 嘿嘿 嘿嘿 臭小子 该消遣你爷爷 来人 把这小子给你王帮 走 我的娘啊 救命啊 我们走吧 夫人 抢走 痴心妄想 太得罪准王子 我不但要抢走 你老婆 还要让你求生不得 妻子不能 臭死 去死 小娘子 过来吧 鞋马鸣河 你别动 脏了你手 你竟然能冰冻三倍真火 臭小子 快放开我王子 不然 稀里呱啦吵死了 夫人 你看为父的冰雕手艺如何 丑死了 下次改进 龙族王子就这么死了 就这么死了 完了 龙皇不会放过他们的 我们在妖族地盘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了 敢打你的主意 就是整个妖族来了又有何惧 尊上 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 属下查探过了 村上要找的四个人全都没来 而且这次万妖大会很怪 附会妖族 不足往界的一半 尊上 最要紧的 属下这边去召集部下们 帮尊上对抗龙族 不用 你得暗中筹备便可 一切行动 听本尊号令 属下小秘密 尊上托宝中 你要做什么 你相信我吗 明知故问 那就相信我到底 现在先跟我去会会那嚣张的龙族吧 龙皇 就是这两个家伙 你们就是人族最大的组织 五族堂堂主和人族圣女 正是 不知道你们龙族前来所谓何事 何事 我儿惨遭毒手 莫非你敢做不敢当 哦 那个龙族败类啊 你们怎么会为那种货色出头 莫非是一脉相成 我豪胆 竟敢藐视龙族 恨羞成怒 放肆 要动手的话 算我一个 不急 还有高手要来 先按兵不动 小小人族 弃龙太甚 龙族子弟听令 给我杀 杀 杀 谁敢杀他 谁敢杀他 就是与我凤族为敌 凤婷 你是什么意思 龙九 给我个面子 如何 情面 一个人族 哪来这么大情面 此人乃我凤婷未来夫婿 这个情面 够大了吗 凤帝 和一个人族 凤族女帝疯了吧 凤族和外族通过婚 你懂的 怎么回事 这个凤族女人很可疑 我们先静观其变 哈哈哈 那本皇就卖你凤帝一个面子 不过此次大会 自然由你们龙族主导 哈哈哈 爽快 我们走 龙皇 就这么算了 没蠢 本皇这是借刀杀人 凤帝当众说 要与人族成亲 凤族怎么可能答应 龙皇高明 可十九王子 声色全马的废物 死就死了 这凤婆子演戏 还把自己搭进去 真是够疯的 这位女帝大姐 你帮我们解围 所为何事 虽是初死相见 但凤婷对你 爱慕已久 我以人族五族堂主身份来死 你怎会认得我 八年前我曾见过魔尊 当时就对你 治疗人族圣女的伤 我族内的瑶池更有效 尽量我一步 此处瑶池的气息不对 被龙族动了手脚 嗯 凤族女帝看来有求于我们 就走这一趟吧 莫问 凤族瑶池向你如何 几个时尚后 我的伤势就会全力 人族小子 敢跟我抢凤婷 吵死 怎么了 小事 你安心智商 臭小子 松手 我要和你一决生死 就凭这把破铜烂铁 你居然为我保弃 一决生死 你还没这个词 一定会回来的 我有魔尊 还亲手下留情 此人是我儿时晚伴 一时糊涂冲撞了两位 我对他赔罪 带走吧 他太吵了 多谢魔尊海亮 听听 这个臭小子 你闭嘴 再有下一次 不用其他人动手 我第一个要了你的命 这套子 到底要干什么 托到对方的信任了 自然 都要堂堂奉地色游 永久 嘴巴放干净点 开个玩笑 咱们共同的敌人 是那个魔尊吗 我只负责把人带到 别说的事不关己 这个魔尊不出 我们整个妖族都不好过 很有暴力 此次事故 是我管理不当 还请魔尊不要见怪 演技可真不错 魔尊这是何意 我对魔尊从无忌满 不说算了 你借瑶池给我们 作为交易 明日就会跟你去瑶池近地 那你提醒你 要害我的人 本尊一个都不会放过 等等 我尊 封廷会向您河畔拖出 希望到时 奉我奉足一条生路 哦 说来听听 妖族在此地 战力能得到极大提升 相反 急于四族的战力 会大打折扣 妖气太浓郁了 你身上轻盛之气 和妖气完全相冲 我看还是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共进村 还是这么逞强 好吧 看来我们得速战速决 奉廷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魔尊无用 明明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我可是要追求 大道长生的 忌日这种东西 还是留给你们吧 你说 奉帝 动手吧 动手 是 随上 杀 遵命奉帝 你居然背叛妖族 不是我背叛妖族 而是你们错的离谱 好好 从今往后 再无奉足 只有我龙族独占 凹头 凤桥 烧死吧 请幽毒账 这几幽毒账 是鬼族专门针对我奉族的技术 你果然不会好意 成王百寇 给我杀 什么 居然能破鬼族秘术 雕虫小技 哪能难得到我们人族圣 秘术秘术是吧 那就别怪我用敌人之道 反须敌人之道 秘术 给 秘术 陷阱 那个人魔混血 怎么又会鬼族秘术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这冲石又有何 这 杀 不了解罪数 估计 王尊 不用 糟了 这是蛇族最毒的三步杀 三步之内 必要人命啊 我用青圣之气给你去毒 不行 这毒会反噬你 又是这招暗算 你们这些萧小 还真是毫无掌机 招不怕老 有用就行 蛇族女皇亲自出手 能杀你第一次 就能杀你不数字 去 死吧 我挡住他们 你们快想办法解毒 不好 我这么言了 清兵咒 你 你 夫人 你的清兵咒真厉害 我的手差点动肺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心情开玩笑 我可没开玩笑 我的原神 你这个魔头 为什么能碰我的肯公虾 弄样的技 要是还能有效 那我不如自尽算 你的那些同伙呢 怎么还不出来 魔头 上回被你死里逃生 寿门书 清兵 你有来无回 天灾 天灾地亚 臭蛇伯良 你居然连我龙族都暗算 玉仙玉你疯了 拿这么多妖族同胞来训练 你居居一座妖的 我腰无力气劲 玉武破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 你后手 玉武破 玉仙玉 活足秘法 雷王结劲 什么 我只问一遍 你们一定要联手杀我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一问 是无族杀星 会给无族 带来 灭定之灾 什么无族杀星 你生蛋了 我尊 我尊 受你他 我问 能侵入我魔族结界的 只有魔族的传送阵 是魏格对吧 你知道的 太晚了 是吗 魔头 我们可不像叶家那个神族那么傻 好准备被你反杀 你就等着被万妖塔推逝吧 万妖大会就是请君入望 只可惜你们一个个都胆小如数 根本不敢正面和本尊硬刚 才搞出这种鬼迹 这里有我撑着 能给你们争取离开的时间 魔尊 这妖塔 你一个人能对付吗 还有剩余的 喂 魔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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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办法的话 赶紧也写了本皇身上的束缚 走吧 这里还有半刻钟 就要被妖塔完全吞噬了 魔尊多保重 风亭 你别走啊 带什么本皇 就算失去了前世的记忆 却依然那么绝 真是 我伤势已负 就算我族连手 也最多同归于尽 一个魔族奈何不了我 让我去吧 莫问 这是我的事 你天天叫我夫人 难道都是白教的 你 你恢复记忆了 嗯 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足够认出你了 太好了 莫问 对不起 当初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你我既是夫妻 自然躺生死 何况 当初被魔族背叛之仇 我已要亲手去报 唉 我永远说不过你 我用三分之一元神护补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好 莫问 你上 我用三分之一元神护补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好 莫问 你稍等 等我闯回妖族境地 马上来找你 就算能对付龙皇的妖塔 都杀不了你 但妖塔开启的境地 有非生大能守护 魔头 你必死无疑 娘说的妖族真正境地 就是这里了 依照苏家境地的经历 不该这么风平浪静的才对 而且这布局 大难闯入者 受死 人子咬的也比你有力一点 破坏 每座塔都有守塔妖族 将这里的塔都破坏 就能得到妖族境地的全部力量 战闯者杀无赦 看来这么杀 太没效力 万雷杰 竟然还有安然无恙的 能挡住我万雷杰的威力 看来守塔者胸微不浅 闯关者 你身上拥有的气息 你和苏默那个贱人 是什么关系 贱人说谁 贱人说的当然是苏 你居然敢消遣老娘 一脸薄情香的孽种 一张嘴就是你那父亲汉老子的腔调 塞死 蛇女看样子认识爹娘 娘说过 真相可从禁地中寻找 得从这女人嘴里套到话了 本尊父母 他们在此界乃是有头有脸的大能 一个无名小卒 别来碰此 无名小卒 当年要不是老娘 你那无情老子 又如何躲得过天法 一步飞升 天法 天法 我爹堂堂魔族魔皇 飞升还需要靠你一个蛇毒 我爹飞升得那么仓促 果然另有隐情 小子 天法可不是天节 不过没必要和你说那么多 你马上就要死了 蛇毒 我明明已经设下结界 什么时候 难道是从一开始 没错 从你见到老娘的第一眼起 蛇毒就已经弥漫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他以为我中了毒 我只好将计就计 问他真相 既然我都要死了 你可以告诉我 天法究竟是什么 为何要针对我爹 这个秘密 你一个死人 已经没必要知道了 那我不死了 你可以说了 你 没人中了我的腐心毒 还能不死呢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先来后道不懂吗 先回答本尊的问题 什么时候 我的尾巴 去死 去死 竟然全部挡住了 说还是不说 说 说屁 没有原神记忆 没法知道真相了 不过蛇女飞生前留下的修为倒还可以 这种蛇毒 比于仙月当初害我的毒 可高明多了 不错不错 我们早看这蛇婆不顺 两位前辈 可是龙皇龙九 和凤帝凤婷的长辈 龙九那个不成器的当了首领了 凤婷 这孩子不是废了吗 哦 两位前辈是何时非生的 他俩早已是两族组长 也是 都过了一千年 虽有千年 但当时的凤婷 明明已经废了领 想不到啊 一千年前 那是爹娘才刚结尾到里 他俩不可能知道后来发生的那些阴谋了 小子 看你路数 你是人魔混血吧 人魔混血 莫非你是乌鸦和苏默的孩子 两位前辈认识晚辈父母 要不是当年已在非生节的 倒是想亲自去贺喜 并出以彼之力 我也是 一族结合会惹来天罚 没去助力 是汉事 请问两位前辈 天罚究竟是什么 天罚之意 就是非生后的大能们的规则 真正的用意 还得等你非生后才能动戏 如此 多谢两位 那 准备 你们 鸡脚子来这里的慕容 我就是拿走我们非生后留下的羞尾 送你了 当年我曾自立过目 一直是我的遗憾 如今遇上你 可算是人 你从天下 凤子羞尾 你也真是 你守候你不大 老公 神仙将我的妖子羞尾 一声不听风 两位前辈大恩 等晚辈非生后再遇 立定报答 我罪 凤族前辈那儿听来的讯息 这个凤婷不简单 查得如何 回禀尊上 除了余星月行增不明外 其余三者 皆在族中闭关 华尊 华尊 据我们凤族调查 蛇族早在武族搭战时 就已暗中 搬离了领地 华人早有预报 莫问的年神明亮 先师的方位 居然不是魔族 而是兽族 如有妖族 于仙月动响 可用传讯时通知 我尚有要事 先走一步 你又不是姓魏的 何必让我跑这一趟 专门带你来看看死囚 姓魏的 被这女人迷了心智 我这不得亲自看看 她有没有把人弄出去 你这是不信任 我兽族的看守能力了 我不是不信任你 而是这女人不简单 上次和那魔头 一同死里逃生 睡了前车之间 这次我们才要留她性命 以魔头前来 彻底杀死 动不动就发胃 你们兽族天天吼得我耳朵疼 总比你们蛇族 整天扭来扭去 暗夜来得好 我说 你们兽王都还没说什么 说得你好像没见过我们兽王 姐姐快给本王变法术 真要一直叫我姐姐吗 本王想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 要是不从本王 叫 呦 莫文终于找到你了 你没事吧 别碰我 你王小开过头了 本王的神偶术毫无破绽 连大祭司和蛇女都看不出来 你是如何破解的 我没有破解 我只是知道 眼前这个不是无用 你骗人 你不肯告诉本王秘诀 夫人 你怎么惹哭小孩子了 夫君 没事就好 喂 你们两个 当本王不存在吗 还有你 你是怎么无声无息 突破本王上下的结界进来的 突破这种结界 对本尊来说并不难 这一点 你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的 寿王前辈 夫人 你怎么惹哭小孩子了 夫君 你没事就好 喂 你们两个 当本王不存在吗 还有你 你是怎么无声无息 突破本王上下的结界进来的 突破这种结界 对本尊来说并不难 这一点 你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的 寿王前辈 当然不会忘记 百年前曾败在一个后辈小子 手上的耻辱 要一雪前耻的话 本尊奉陪 师父 什么情况 受王前辈 圣光结界 师父 居然是真的 你为何会有两个灵魂 要不是你 本王怎么会落到这步天地 本王被你击败后 受到贼人偷袭 差点魂才扩散 为了保住肉身和圆魂不灭 本王开启了一截隐魂术 人的瞬间强大 令偷袭的贼人就此授手退走 此贼人能轻易突破兽足后方防线 唯有一人最有可能 还可能什么 百分百是那个道貌爱人的大祭司 即使明知是他 但本王并无证据 贸然出手只会两败俱伤 还令兽族内乱分裂 给他足可趁之机 所以你想借本尊之手 帮你除去这个叛徒 本王帮你从大祭司手中 偷龙转风保下圣女 可算结盟成义 师父 反正你跟大祭司也有仇 咱们统一战线 为何会想到 和我这个曾经的敌人连神 哎呀 我什么时候有个徒弟了 因为师父你是此界唯一一个 拥有太出神魂的强者呀 他怎么知道我太出神魂的秘密 啊 天法 糟了 兽族禁帝 我们也出去看看 好 青山沙好像出事了 不行 我得马上赶回去 我陪你回 摩尊 天法降临 妖族禁帝被移为贫地了 臭小子 天法把苏家禁帝毁了 小妹的魂灯 娘的魂灯由我神魂能量护持 并未有失 只是这戒二连三的天法 都是针对各族禁帝 绝不会只是巧合 莫问 你做什么 我也用三分之一元身护你 这样 不论我们身在何处 都能治晓彼此安危 并能及时赶到元首 莫问 你说过要接受五族禁帝的能量 如今天法降临 禁帝能量很有可能被毁灭 你得抓紧时间 我回青少山一堂 一旦稳住局面 就马上回来找你 好 你自己小心 你是受祖禁帝 你不是天法 寿王 先祖大能 赴我抗天之力 寿王 你安心去吧 你挺恭喜你的寿王 真是不要脸啊 大祭司 魔头 你居然没死在妖族禁帝 还敢主动招上门来 哼 抗天之下 还没有本尊不敢的事 哼 那你敢让你心爱的女人 为你而死吗 你居然没死在妖族禁帝 还敢主动招上门来 哼 抗天之下 还没有本尊不敢的事 哼 那你敢让你心爱的女人 为你而死吗 魔头 乖乖受死 我们就放了你女人 否则 你们就只好再死一次了 寿王的人物数的确别人 只可惜还骗不到我 你俩暗算我的仇 原本我想慢慢清算 可惜 时机太差 唉 便宜你们了 独服心毒 什么 这 这是谢总的血毒 你 你怎么可能不管你的女人 就凭你们这种货色 别想抓本尊的夫人 当初被你们这种货色暗算 才是本尊得持住 魔头 你最大的弱点不是你的女人 而是你太过自负 今天就让你死在我手足最强的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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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救你啊 手不救 嘿嘿 我只知道师父一定会来救我 我的剑撑不了多久 这点时间作比交易吧 师父 你的能力远不止于此 应该能解决啊 我能解决不代表我要帮你 我帮你对抗天罚 你们受足禁地的飞升大能修为规武 如何 啊 师父 你怎么能 你自己解决吧 后悔无期 哼 算你狠 只要能挡住这次天罚 这个交易 怎么答应了 这才爽快 啊 啊 师父 要做什么 你打得实在太烂 本尊给你示范一下 什么叫逆听而行 魔术灭剧 哇 真厉害 不愧是我师父啊 要不是本王魂元未复 也轮不到这臭小子出风头 本王担心的是 打退一次天罚后 下次就会将得更 啊 师父难道要追上去 啊 师父 你怎么把将下天罚的使者 都给杀了 你小子是疯了吧 到时候整个武族 都得因为你的行为陪葬 你们还不明白吗 天罚不过就是已经 非生的强者 对修仙武族的压制 只要够强 他们能奈我和 兽族非生大能的修为 本尊收下了 后生可畏 我等就祝你 举例 我这边解决了 鬼族和魔族不知如何了 我们分布在武族监视的人 今日天罚的情况如何 屈命尊上 人族和妖族境地被毁 其余三族天罚被倒下 尊上 天罚来的时候 鬼族是鬼王一力倒下的 但魔族的天罚 却是境地自个儿倒下的 哦 魔族不是魏葛在主事 还没出手 魏葛那个叛徒 自从知道 尊上在找他报仇后 一直躲在他那 王八领地不出头 我们都没法找他会去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不要去送死 本尊会亲手解决他的 魏葛在谋划些什么 倒是无关紧要 只是魔族境地 什么时候拥有 能自抗天罚的力量了 我这边解决了 鬼族和魔族不知如何了 我们分布在武族监视的人 今日天罚的情况如何 屈命尊上 人族和妖族境地被毁 其余三族天罚被倒下 尊上 天罚来的时候 鬼族是鬼王一律倒下的 但魔族的天罚 却是境地自个儿倒下的 哦 魔族不是魏葛在主事 还没出手 魏葛那个叛徒 自从知道 尊上在找他报仇后 一直躲在他那 王八领地不出头 我们都没法找他晦气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不要去送死 本尊会亲手解决他的 魏葛在魔化些什么 倒是无关紧要 只是魔族境地 什么时候拥有 能自抗天罚的力量了 师父 那个 快说什么了 那不是在街寺的领地吗 师父 我去看看 魔族 天罚结束了 但是蛇族领地 突然无故炸毁 需要去查探下吗 臭小子 小妹的浑灯没事 但是夜下在天罚过后 突然炸了 苏家不会有事吧 连着三个地方 还都是当初暗算 我的家伙们所在的领地 绝不是巧合 凤帝 蛇族领地查探的事 有劳你了 至于苏家 只要我娘的浑灯还在一日 苏家就不会有事 查探完我会再联络的 哎 你这臭小子 话说的那么慢 到底有啥 快救火呀 救火 我知道了 你们都去救火吧 是 查到怎么回事了 什么都没查到 这爆炸是突然发生的 而且爆炸范围 只集中在大祭司 通下的领地内 着实不怪 我问你 蛇族女王来投靠 你们受阻的时候 安排住在哪里 于仙院 本王将能安置在 东边的会客区 便与本王监视蛇族的举动 多得好 现在带本尊去会客区 师父 你认我这个弟子了吗 我马上带你去 先走吧 好吧 师父 你是不是跟我了 不是 白高兴一场 这就是于仙月住的屋子 于仙月都被你杀了 你还到他住的地方做什么 被我的魔器缠住 居然还能动呢 看来这股力量 不是你的蛇女的 看前哨 你还能动 师父 你们是吧 想不到这蛇女这么歹毒 还敢暗算咱们 没事 只不过 这光剑的力量来源 和天罚如出一辙 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机关了 师父你说的意思 于仙月和天罚那股力量有关 哇 这石头好像不能缩小 放进乾坤带这些储物空间中 于仙月从哪里搞了这么个东西的 J203的无故爆炸 还就是要毁灭这些已经无主的石头 要么就证明 这些石头中 有无所谓的讯息 只是他们怕是也没想到 于仙月离开了蛇谷领地 带着石头来到树里 所以才留下了这个陆冒的证据 前辈在上 晚辈于仙月 诚心助导 天涯之子必须死 日成之后 你们几个参与计划杀他 就能获得一同五族的力量 否则 你们唯有神魂俱灭 切记 晚辈谨静 这个虚影不知是谁 听他说的话 难道是老爹的仇敌 师父 你说这个虚影家伙 凭什么夸下海口 能给他们力量一股五族 这是什么呀 师父救我 师父 用一半的元神之力 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用一半的元神之力 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勇哥 你的元神之力怎么突然消失了一半 放心 我没 我问同事了 小心烹 痛痛痛 往上走看来走不出去 只能试试能不能打开这扇门了 师父 你看这个 这是对本王的兽族力量 产生了响应 我们哪有五族力量 这兽族力量 谁说没有 那就是 五族秘药 一天开启 不愧是师父的太初神魂 莫问 有了 这九个通道中 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不容易小觑 还是哪个走都不简单 我一半的渊神 已经去莫问那边了 现在只能赶紧探查完此处回去 这是我的世界发出的气息 你到底是谁 说的关于你的世界 是怎么回事 师父 这说来话长 得从我是警处灵界的先知说起 九处灵界 是由九个修仙界组成 从低到高 天地间的灵气越浓郁 修仙者的修为越强 修仙者能依靠飞升去往更上的世界 我的世界是第五层 师父你在第三层 所以我原先的修为 可比师父你高多了哟 那你不飞升去更上层 跑到下下层来做什么 就因为我算出未来九重灵界 将会被一个身庸太初神魂的修者一头 所以遭到四重天罚 导致肉身熔灭 一丝神魂苟延残喘逃到此界 你算出来的那个人是我的 然后提前泄露了天机 导致我今后将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正这样 你还想让我收你当徒弟庇护吗 师父 我很有用的 你看啊 哇 这里果然是魔力九重灵界中国的世界 我们说不定 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线索回去 也唯有如此 师父 我要是这次立功 你就收我好不好 看你表现 莫问 怎么伤成这样 青神山灵气未曾完全修复 鬼族趁机入侵 原本青神灵气克制鬼气 但不知鬼族得了什么秘法 情然转而克制氢染灵气 导致我鬼气入侵 这次 博尊无用 既然来了 可敢出来与本王一战 虚眼神 能帮你修复青神山灵气 也安心做着修复内生 伤你的鬼族 可你如今只有一半会员里人在世 让我和你并肩作战 放心 我身上有克制鬼族的功夫 对你夫君的实力要有信心 我去去就好 我要做的就是赶紧恢复 好尽快去支援用客 鬼族作风 莫非就是鬼谷碎碎吗 给秉秉醒 魔尊无用 曾被本王杀死一次 居然还敢这么嚣张 真是不怕死 这什么最强魔尊 连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吗 你知道什么是挂虎不成反畏群吗 冒牌呼 什么 你 怎么会 为什么我都鬼翻不几个实话了 刚才 佛尊 我有情报要说 说 就算我不是鬼王又如何 只要练成鬼族的捆线索 让你是大罗金仙 都要束手就擒 都说你修为高 我倒要看看能不能吸干你的修为 帮我徒步到魂王境界 什么修为这么无穷无尽 为什么无法停止吸收 不要 不要了呀 陪你耍了这么久猴戏 结果却只从你原神中搜出这么点情报 浪费本尊时间 这个冒牌或只是一个马前卒 他接收的命令 只是为了利用莫问将我拖住在青盛山 不用魔尊 别来无恙 怎么鬼族之王也喜欢藏头露尾了 我的感知已经遍布整个青盛山 鬼王沉静的真身根本不在此处 不用魔尊 名人不善 我今日此举只是为了与你做一个交易 你我生死仇敌 从何交易 如果此交易涉及到青盛山盛 魔尊你最爱之人呢 怎么回事 莫问的护体真心 居然在不受本人控制的情况下外溢 属魂阵 这个阵法居然不是用来害武文 反而是来帮他的 青盛山如今只剩空壳 全靠圣女消耗元神维持 可圣女的元神又能维持多久 目前莫问的情况的确不对劲 就听听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说说你的交易 我可用鬼族离魂大法 将你妻子的元神 从圣女身体中抽离 重塑新生 无用魔尊需要回报的 只是同我一起去杀一个 我们共同的敌人 如何 共同的敌人 就是魏格那个狗崽子 他旷骗我们联手杀你后 得了大能修为 现在入侵我鬼族领地 数是该死 陈静老谋深算 怎么可能被魏格算计 看来这又是一个请君入望的局 既是如此 鬼族之王想要屈屈一个魔族的命 还用不着假使他人 魏格今时不同往日 他已得到魔族所有非生大能留下的修为 非生大能修为 莫非是魔族境地中的 魏格如今已突破魔神修为 只有你我联手方能将他出去 再晚 怕是奈何不了他 好 事成之后 别忘了你的承诺 事不宜事 我带路 我们赶紧去 无趣或许 莫问你见机行事 但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危 父君也是 魏格如今已突破魔神修为 只有你我联手方能将他出去 再晚 怕是奈何不了他 好 事成之后 别忘了你的承诺 事不宜事 火带路 我们赶紧去 无趣或许 莫问你见机行事 但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危 父君也是 师父 这座山头就是我的领地 让徒儿带你 啊 我的家 师父 别动手 我还以为真的等你 到了我的世界 原来只是一个幻想 真可惜 啊 真问题 什么大闹一通 我又得用好久重建家园了 这是你养的灵兽 不是的 师父 这是我的本命灵 本命灵 本命灵 相当于修者修出的第二条命 一旦本体重伤或是死去 就会陷入狂暴 本命灵 无法被别的修者杀死 因此本体依靠本命灵的自我修行 就能死而复生 就知道会是这样 这帮称呼打劫的垃圾 不是说鼓舞无法的杀死 是的 但本命灵陷入狂暴时 淫于极易外泄 就会让尚未修炼去本命灵的家伙们 来分一杯羹 本命灵在无法被杀死的漫长岁月中 要不断忍受围杀 我可怜的本 血光重吟阵 师父 没用的 这里是幻境 我们的力量没法包 什么 啊 今回事 你你身之力在作怪 难道这灵气的元气还没死 一旦团体回归 我们吃不了都是走 撤吧 本来有些勉强 不过倒是证明了一些事 这个幻境 困不住我了 多谢师父借我本命灵 还有 师父 你好厉害啊 到底是怎么将幻境外的垃圾门都打退的 方法告诉你了 给你一刻钟礼物 出不出的去 就靠你自己了 魔尊果然好手段 本王不会输给你的 终于能出去了 也不知道我的本体在外面对付的怎么样了 杀 杀 别放过他们 魏阁小贼 心无鬼族太甚 今日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魏阁这派祖还真来了 鬼王 人都带来了 不用演了吧 说的 喂 偷袭的太苦了吧 不 实际刚好 区区一个鬼王灵体 居然能破护护体屏障 不对劲 快找 不用魔尊大驾光临 就让本王一进地处之遗吧 千劳大振 起 一张破网就想困住 魔灵显胜 手下败将 你早就已经不是魔尊了 魔灵显胜 天劳大振 起 一张破网就想困住 魔灵显胜 手下败将 你早就已经不是魔尊了 灵显胜 魔龙鬼影 对阵法融合魔族和鬼魂最前的秘密 看来你俩勾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月魔尊好眼力 这阵法就是专杀您这样的大脑 赶紧小子说那么多做什么 赶紧杀了 我还有证实 一个只知道女人的废物 要不是看在她还有利用价值的份上 万贵囚牢已经把你要的人送到你魔族领地了 按照咱们当初说好的 这一交给我吧 算你事相 不用啊 无用 你永远都斗不过我 你能活几次 杀你几次 我问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 唉 无用魔尊这就术主就情甘心腹死了 就连你最心爱的人要比情敌强了也不在乎了 我留下来的理由 你马上就不知道 对 还有一点要揪着 魏葛从来不是我情敌 他还不配 什么 反吞是我们最强的 最强 别说笑了 这才哪到哪 要保命的话 鬼王就该拿出你真正的杀手锦 你什么时候 发现本王真正实力的 从你的分身灵体破我护体屏障之时 我就放出了探查整个鬼族的领域 看来你如今这实力果然是吸收了整个鬼族禁帝飞生大能们留下的修为 可惜你肉身太弱 强行接收过载的修为成了这副鬼样子 哈哈哈哈 牺牲的换来是毁天灭地的例 嗯 牺牲的化来是毁天灭地的力量 嗯 换做你也抗拒不了 现在 嗯 Africa 你这利民之下 不 死吧 大方 就能困住 这 你 好 你本王刀下厉鬼吧 莫问 你终于是我的了 你没资格叫我的名字 住口 今才是魔族的魔罪 魔族的是魔族的 是无用的的混蛋 实在是体贴行道 无用怎么背叛五族了 他这个天上 差点心怒天竟然受到天罚 无用的事谁都不能说 莫问 那个混蛋的事你别再管了 反正他这次必死无疑 你知道的 我对你 那你我之间无话可说 你三分小菜 今天我不会放过你 无用 这事都是那个杂种 全是全职魔族 您说我先认识你的 我肯定哪里比不上那个混蛋呢 你哪里都比不上无用 亲生猪魔阵 我的心 那我也要得到你的人 什么 这个血王阶剑 这是 无用那个小子的力量 什么时候将细微融合一体的 结束 我问 那个混蛋的事你别再管了 反正他这次必死无疑 你知道的 我对你 我对你 你这个不听 那你我之间无话可说 你真要放心 今天我不会放过你 无用 这 这事都是那个杂种 全职全职 您说我先认识你的 你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混蛋呢 你哪里都比不上无用 亲生猪魔阵 我 得不到你的心 那我也要得到你的人 这个血王阶剑 这是 无用那个小子的力量 什么时候将细微融合一体的 结束了 好 啊 哇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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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招数金冠使出来的 我倒要看看无用 那个杂种还在你身上留了多少后招 魔魂剑地 那小子居然连魂缘弹道的保命剑都给你了 怪不得你对他那么死心塌地 但是我如今有了不死之身 只要你回心传意 我保你 弄想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用强硬手段了 不命 这无法把人所说 即使是魔魂剑也杀不死的 越强伤人愈多 魔魂剑怎么 难道是无用出事了 你那小子终于魂飞魄散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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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莫问 你真愈是我 天辈赏先留给我的宝器 你在密室的 怎么会到此 我明明是不死之身 那五个分身怎么还没复活呀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父你真厉害 有你的方法 我们真的回来了 一切回来了 无用 莫文 你怎么争气损耗这么严重 没受伤吧 我没事 你回来得正好 你本体给我的魔魂剑突然消失了 是不是你本体出事了 我 无用 你这杂种为什么还没死 感动我师父师娘 找死 想用我的术法反击 太天真了 你们只会 师父你看 图案 不对 杀 这股力量似曾相识 和巨石逆境中遇到的阻碍寒相 师父 这个魔头身后连着那块巨石 是巨石在给它提供力量 是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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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石 是巨石 有一点赔上 我一时就让你逐出师门 师父你放心 我儿子 师娘一根蛤蟆都不会有失 一切小心 我足杂种 去死吧 去死吧 杀 这股力量似曾相识 和巨石逆境中遇到的阻碍寒相 无非 师父 这个魔头身后连着那块巨石 是巨石在给它提供力量 巨石 是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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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你在 莫问 你不是担心我本体 去看看那边情况吗 这里交给我 孟宝 不止你师娘 一点粉上 我一时就让你逐出师门 师父你放心 我儿子 师娘一根蛤蟆都不会有失 一切小心 我祖咋种 去死吧 太弱 兽族的秘法 鬼王眼光不错 人族妖族兽族都是些没用的家伙 最后还是要让本王收拾你这五族祸害 就算本王的鬼影刀一时破不了你的房 在你被完全锁魂的状态下 还能挡下这必杀之招吗 是混书 哈哈哈哈哈哈 我祖无用 五族最大的祸害 本王终于将你 怎么回事 五脏六浮像是被烈火灼烧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我反而被自己放出来的骷髅给锁魂了 你为什么杀不死 为什么能逃脱我鬼族最强的锁魂大法 又为什么 又为什么能从你身上拿走鬼族禁地非生大能们留下的修为 很简单 本尊一开始就说了 你太弱了 根本发挥不出这份秀为原本的力量 一派狐言 你竟不信 本尊就让你开开眼睛 鬼族无上秘法 宿魂术 不出火醉 不可能 这是神才能做到的事 你怎么可能将灵体生入增骨 不 还是不信 那本尊让鬼王你自己体验一下如何 什么 不用 啊 本王 本王相信魔尊你的能力 不用再试了 这可轮不到你说不用 毕竟暗算本尊的仇 咱们还没算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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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的肉身 你这个魔头别得意 就算你杀光了我们 也会有上仙替我们报仇 啊 小心 和我推测的差不多 自身魂缘不够强大的人 无法承受宿魂术 一旦失败 还会反噬施数者 你如今肉身和魂缘尚未完全稳定 今后继续留在鬼族禁地修行吧 请尊五主之灵 他们到了 看来是我魂缘被反噬 导致不稳 让他担心了 魂尊在你魂缘中加了五族秘法 能让你的修行事半功倍 这就去吧 多谢五主 五主保证 你们来了 你魂缘尚好像受了损伤 快找个地方 我帮你疗伤 师父 你快让师娘帮你治疗吧 不然她就要担心死了 莫文 你如今的圣女身体 只会不但消耗你的元神 直至你生魂俱灭 所以我现在 要将你元神抽出来 以你自身的元神重塑身体 你相信我吗 我自然相信你 只是强行将元神抽出 圣女的身体 还来不及得到下一任灵体补充 那青生山 就无人守护 这个嘛 那先让我这徒弟的灵体 进入圣女身体中 当个过渡吧 这 对孟宝未美也太过 师娘你放心 我的魂缘力量和你们不是一个级别的 此阶的消耗对我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你答应的这么爽快 最大的原因还不是不想和兽王 再共用一个身体吗 嘿嘿嘿 知我者师父也 我终于要拥有自己的身体了 你的元神每时每刻都在被消耗 如今有方法令你真正重生 我一定要做 好 但是你要答应我 绝对不能令你自己有事 你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开始吧 麻烦是我王提本尊护法 交给本王吧 为了救孟王 以分身形态进入巨石秘境 在秘境中经历幻想 破解秘境出来后 恰好同魏阁手中救下莫问 如今在摩敌境地 是时候和这个叛徒清算组仗了 小小寒冰就想动作 未免太天真了吧 破 别急 好戏才开场 这是什么妖术啊 妖族人族秘书都只是钱菜 我看 清理门户 本尊这把魔魂剑 当人不上 啊 什么没办法再分裂复活了 前辈别走 前辈别走 救我 什么赏心前辈 这么锁 巨连想跑 我就知道前辈会给我力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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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神 我不想死 既然好心送装备 本尊没有收到 啊 这法宝不是本界之物 看来唆使魏格五人的所谓上心前辈吧 就是靠了这种东西联络他们的 先收起来 到时候就靠着法宝 来寻找他们的主要 算一算总账 好了 最后就只剩下魔族禁地的非生大能们留下了修为了 魏格以为杀了我就能主宰魔族 真是愚蠢 连真正的魔族禁地都不知道怎么开 魔族禁地 我被为了他们暗算之前 虽然知道怎么进入魔族禁地 但是当时修为还不足以开启 没想到如今今晚后 是真正的魔族禁地 是真正的魔族禁地 是真正的魔族禁地的存在 我是真正的魔族禁地的 丁 ihr下而松叨